大家好 我是吴仔 大家好 我是OK仔 這一節跟大家講一講 香港風水師 真的給他一個師 有些真的不能叫做師 有些叫風水佬 或者叫神婆 堪如學家 其實堪如學家已經是比較 誇張 你認識的那些天干地支 大家都認識 不過有個稱呼專稱 講講這堆人 賺多少錢 七仙語 自稱身家超過十億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 我們今天會講蘇文峰、麥寧寧 師徒發政 不是夾帶 師徒發政和李承澤那些 全香港的風水師究竟有多少錢 身家 經常有人研究 Youtuber找多少錢 找多少錢都不夠 亦亦性 玩什麼 亦力多嗎 亦力多 你看人家走出來 他又屈指一算 守身一身 貴過我全身 七仙語是厲害 之前又說會爆第六波 不過政府說 從來都沒有清過令 永續第五波 我不算 就算你三千八 你也沒有派彩 三千八宗 單日 人氣風水師 七仙語 你說人氣風水師 我覺得他是喜劇演員 你問我 喜劇演員七仙語 更一什麼籌備 他有個stand-up comedy 即是叫做動篤笑 師父七都識唱笑會 和擔任薇辣動篤笑的嘉賓 薇辣動篤笑的嘉賓 那天有笑他吃飯 吃夠多少錢 有送薇辣動篤笑的演唱會飛 他有興趣問我 然後我說 豪迪說動篤笑的時候 拿我的名字來做話題 你有沒有記得 記不記得 二五仔 大哥 有兩個五仔 那些傢伙我們認識 知道他們玩這些都很厲害 香港人來幫襯一下 七仙虎 七仙虎 清每日行程緊密 兩個show都沒有準備過 只是靠即時反應 所以就沒有信心 沒有多大信心 不是說話這麼搞笑 沒有準備過 沒有準備過 可以不可以 起承轉合就可以了 是不是 不要教他 他聽完之後 他說 他說 上台是沒有信心的 因為我不懂唱 不懂唱 又忍 我就忍 就是要靠以前的小小基礎 要發揮出來 儘量做到多少做多少 大家不要對我有很大的期望 太夠 期望太夠 你又會用開 早前 七師傅和鄧少鑽合照 他有夫妻相 他感到開心又悲傷 他說 我都不知道你贊我還是贊我 七師傅坦然不敢私底下 約鄧少鑽出街 因為他三個老婆好事單單 不敢出來 幾分鐘被人誤會 是不是 至於七師傅 近日爆出身家 是介乎在 十億至一百億之間 嘩嘩嘩嘩嘩嘩 十億 一百億之間 周人發也是 過副成也是 你負身家 為何會這樣呢 你負身家由一元到一百億之間 我也是 一元到一百億之間 我也是 這樣是不是 OK仔也是 大家都也是 七師傅指 從家人身上 學懂成功複幹 不是複幹 他說 我留意到的人 越勤力越有錢 那投資在哪裏呢 我有物業 有現金 有基金 有橫金 有投資 甚麼人都有 有多少物業呢 十隻手指 手指 他提供發達提示 就是 比雞睡得遲 比雞起得早 和雞豆 你成功了 哈哈 這樣啊 所以說 你要和雞豆 你不要做雞 這樣啊 你拿過它 你拿過雞 那時候雞也會賺很多錢 也是的 是不是 一個睡覺 高中千五 一天做十個 一天萬五 同一都照做 月四照做 一個月四十五萬 做到睡覺 有東西掉出來 月四十幾萬 一年四五六百萬 一間屋 十年有十間屋 發達之家了 但是你要這個雞 因為如果不這個雞 你和雞一樣 那你不如做雞 這個七師傅的哲學 很多都是我說的 但剛才那句 別雞睡得遲 別雞起得早 和雞豆 你就成功了 這個是他說的 後面那些我自己幻想 有很多人想和七師傅上契 七師傅自應 我好想有美女 怎想你契仔契女 我這麼小時候怎樣契 我自己也要契 我都要找契媽契爺 但如果想契媽 大部分女人都不喜歡 他們想自己年輕一點 沒有女人想做契媽 契爺就好難多 這樣說 他教別人不要亂契 十億至一百億 很多人想契我做大哥 契過的女人 契我做契哥 契我不了 契我不了 又說要做契哥 幸好不是那些兒子 我告訴你 跟你中學同學 那時候開始已經有 是嗎 同班同學有兩條女 我免得出聲 我契什麼契 我自己也有個妹妹 我對我妹妹也是拳打腳踢 哈哈哈哈 開玩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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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親認識最討厭 好了 蔡師傅很有請 現在說 他怎麼說 其實蔡師傅之外 不少的香港大師都吸金很厲害 當中比他勁過的人 一定有 沒錯 有人在內地 各地 擁有六十個物業 你實過很厲害 你實過物業 人家有六十個 是嗎 有人家產保守 估計都有兩十個億 不過他十億至一百億之間 也是那個Ranger 如果不是就不夠Qualty 是 正所謂一山環有一山高 一樓環有一樓粗 是 那我們看一下 哪一樓粗 看看哪一樓粗 哪一樓粗 哪一樓粗 好 看看蘇文鋒 蘇文鋒 他本身是 知不知道什麼出生的 蘇師傅 他好像是洗頭 整頭髮 前額沒有什麼頭髮 後面有很多頭髮 蘇文鋒是整頭髮出生 蘇文鋒 在我出生的年 1983年 開始業餘性質 和人看風水 其實我是他的粉絲 我很多都是 蘇式風水 因為他出的 風山水氣徵讀班 是呀我也有 研究一下 他那時候說 為什麼會看風水呢 他說 沒有的 在一個朋友那裡 貼張紅紙 和人看風水 他怎麼知道這麼好生意 怎麼做 他就是這樣 他就是這樣 哈哈哈哈 又說 馬上 五年後 1988年 蘇文鋒 獲聘去歐洲多國 包括瑞典、挪威、丹麥、西班牙 陷拆風水 老實說 老實說 我看他的書 他這樣寫 我覺得 是不是這五年 他自己去旅行 陷拆風水 他喜歡去旅行 他是很喜歡去旅行 金有錢 他那時候常常說去旅行 有些訪問 說又說 回港後 蘇文鋒開始接受媒體訪問 聲明大噪 但是有說過 自己去過西藏旅行 看到兩隻狀傲 嚇死他 很多那些東西 有些外地的色彩 正所謂魚不過糖都不會肥 也是 蘇師傅都用這招來包裝自己 說他近年 除了推運程書之外 就連投資都有一手 他也出名 多年來 攝足不少舖位 和住宅買賣 坐擁超過1億 1億的物業 其實不知多少億 是過億 肯定過億 在2021年逆市當中 沽出一個半山堅道地鋪 3,750萬利牆 今年3月又指他 別人買樓就看樓買樓 他一棟賣 3月今年 就說他用5,200萬 在上環買了文咸東街成棟樓 成棟舊樓 能夠在逆市買樓 代表現金樓相當龐大 也是投資有道 蘇師傅非常有錢 好了 接著說麥伶伶 寧寧 寧寧師傅 被傳媒稱為香港首屈一指的 玄學天侯 他在1996年 轉型為全職風水師 客戶包括證券行和大型地產公司 你便發達了 人家都一定相信地基向哪邊 最重要不要調轉 羅庚調轉看 那真是領事 就是害了人的兒子 一眼屈指一算 你屈錯手指 很難算 天南地北天北地南 要看清楚 沒錯 在2013年 媒體已經爆發了 凌凌姐 身家超過1.3億 我當時跟凌凌姐拍過廣告 你只是在網上打五仔麥伶伶 他見到我都很開心 我想我也是有福之人 是嗎 這樣就好了 風水師我們知道 你看到那個人是福相不福相 好的 跟蘇文峰說 我經常都避人 避人 見到運氣不好的那些 不要走過去 旺的那些 頭又黏 身又臭 走過去 買個對家就對了 是啊 好了 玲玲姐 一億三千萬 九年前已經有了 擁有多個物業 曾經在TVB劇集 有出過鏡 自己 自己扮過 角色叫霍太 她出動過千萬的珠寶手袋名錶 自己自費拍攝 相信她現時的身家一定是不止1.3億 最近麥寧寧更加北上發展 在廣州開始風水吉祥物店 有消息說 她一年的利潤高達三千萬人民幣 大概是三千五百萬港幣 真是賺錢很吸金 這些錢賺她 沒錯 是啊 去到那些錢自己賺她 就像我們這些要做 別人不用做 好了 到哪一位呢 這位李博士 天文學博士 李承澤師傅 19歲已經是全世界 被譽為全世界最年輕風水師之美譽 這樣也可以 李承澤 因為他三代都說是做這行 早年 就運用各種玄學的術數方法去投資 都有斬獲 自稱中過3T 是 巨額獎金 現在3T幾百萬 哪有巨額 那些巨額不知道有多巨額 那些巨額不知道有多巨額 現在的3T 中了不知做什麼那些 幾十萬都有 七八十萬都說有3T 真是神經 寧願四重採到過百 過二百萬 是啊 如果那天多寶 你爆那些更激 但其實不難中 你想想最冷的幾隻 如果這樣一定是 最冷的六隻 穿雲 你知道財富密碼是什麼 寬頓大業不要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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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寬頓大業要飛走 那你就知道了 雷神不去 暗狗狗 沒錯 那些 不用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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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業飛了 一定好派 是的 李承澤投資物業 仍是佈滿亞洲及英國 嘩 只是在中國各大城市 有超過六十個物業 保守估計身家超過八億 嘩 李承澤這麼有錢 嘩 每個人都真是 真的 認識的 我都快不知道 在凡間還是什麼間 每個人都一億勝 李承澤曾經接受 傳媒報道透露 早在內地進行樓盤講座 由於他們可能沒有現金之乎 因此他們會選擇送單位 舖位 以及低價出售給李承澤 他說 他做講座 沒有錢給你 不過給你一個舖 給你一個單位 以及很便宜的賣給你 他就做 他現在在海南 東莞 深圳 浙江 上海 北京都有屬於他的物業 就是這樣拿回來的 是 好 講講司徒法證 一個法科師傅 我聽司徒法證 其實我上去拜訪過司徒法證 司徒法證的神壇在油麻地 之前 現在不知道是不是 司徒法證曾經在公如深增產案裡 成為風水專家證人 因為是眾生機的那種 令到他很出名 其實最出名就是出事 他本人甚少透露有關家人的事 當然 如果你個個都益益盛 我謀那個我謀不到 那不如謀你 那倒是 標深 那些 他比其他風水師 是來得低調的 司徒法證 其實是來自澳門的 好像有聽過是澳門來的 他曾經是 應該是最 和友善那一期 是 是 是 在2016年 曾經有傳媒表示 司徒法證的身家亦都是益益盛 非常驚人 越有錢越要收買 低調的 沒錯 接著我們講一下這個 龍珠抗疫家 這個厲害 這個真是自成一家 這個真是可以稱為家 我真是給他讚他 老人家 這位老人家 平時你見到很年輕的李居明 他人稱元學家 1988年是全職命理師 第二年就做了一本雜誌 叫奇聞雜誌 寫風水內容 也在台灣學習物宗佛理 他的物宗學到信龍珠 他有自己一套 元學家李居明 上年用1900萬放售 其持有8年的旺角花園街地鋪 叫價交扣入 那時候 蛤 蛤 輸了 跌了40% 是嗎 是啊 也不是一定賺的 當然 又辣又不辣 早年 李居明和麥林林一樣都是賣風水物 更大搞特許經營加盟店 希望獲得內地市場而生財有道的李居明 零鼻子 再擁近20億身家 哇 每個人都10億 我都說了 一億聲 我也不知道我們身處在凡街還是什麼 我們不如不要攪這些 我們真的攪那些 不如試一下 不如說笑話 我攪過了 我知道 都找到吃的 不過 我覺得 困身 嗯 你知不知道做風水師有很多售後服務嗎 是 因為他不成功就找你 喂 你猜包行嗎 沒有包搞定的 餃子就包好了 那你搞不成功 你肯定會找些東西給他 是 一定找些東西 你的命怎樣怎樣 將來幾個月就可以了 正所謂風水師騙你10年8年 是嗎 正所謂騙騙騙 是這樣的 第一下就可能這樣 第二下就應該是騙的 大家都明白的 沒辦法的 那就不要做了 算了 留下那些 算了 留下那些給他們搞吧 給他們搞 是的 好 我們做自己應該做的事 我們做DJ算了 就這樣吧 拜拜